哈喽大家好,我是尼克奇果 今天我想录一支爱用品的视频 东西可能我之前也有提到过 但是就是最近用着就真的特别特别喜欢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个要说的呢 就是我上一支购物分享里面 那个提到的Mark Jacobs的眼线笔 这个因为我眼皮子特别特别油 我虽然是干皮但是眼皮的油嘛 用一切眼线笔都晕 包括那个Miss Hanna的多少也晕一点 就是香奈儿的那个眼线笔的纯色晕成狗 然后还有一些像那个戴科的那个蝶舞 像这个其实多多少少还是会晕的 就是虽然就没有像别的那么晕成狗 但是时间长了,油多了,就是还是晕 我现在终于用到真真正正 完完全全一点都不晕的了 就是这个Mark Jacobs的眼线笔 特别持久 从早到晚 非常棒,太喜欢了 所以推荐给大家 如果你也是那种眼皮子特别油 用什么都晕的 我真的建议你试一下 我的这个色号是那个Coco 反正感觉画出来眼神也比较柔和 非常喜欢 然后再下一个要说的呢 还是上一支GoPro分享提到过的 斯蒂拉的液体眼线笔 这个就是,我觉得它比Kiss Me都好用 有一次就是,因为我本来我都是习惯用眼线笔 画眼线的,但是就感觉 多少还是会晕一点嘛,到了下午 我就想着要不要试一试用眼线液画 那当时用的是Kiss Me的 不都是Kiss Me怎么都不晕吗 但是我要从早到晚的话 到了晚上还是有一点点晕下眼皮的地方 但是用这个就完全不会 我感觉这斯蒂拉的比Kiss Me的都好用 非常喜欢 然后,哦,我今天这支视频呢 就是用的那个Mar Jacobs的和斯蒂拉的 但是没有,斯蒂拉没有完全叠在Mar Jacobs上 所以一点也不晕 说明Mar Jacobs那个也特别好用 再下一个要说的是这个NARS的口红唇膏 嗯,我的这个呢,色号是Vera 晚上看可能色,看颜色有点不准 这个就是一个姨妈色 嗯,我喜欢这个唇膏的原因是 第一,它的这个包装顺有质感 不像像YSL那种那么浮夸 这个就是还带细铁石的 再加上它确实非常非常显色 质地就比较好 不,嗯,不算干 然后还显色 嗯,我的用法不是实实在在的涂 因为我觉得我实实在在涂 根本就出不了门 我就是用手指头 沾这个颜色之后 擦在嘴唇上 颜色就非常非常好看 很喜欢 嗯,它 嗯,怎么说呢 我还是建议直接买一些实实在在能涂的颜色 像这个我就是当时都说它快断货 就是总断货嘛,买不到 我就看能买到现货的就赶紧买了 但其实你要真要说我就喜欢这个颜色嘛 其实也不至于 你看我都得这么样 拿手之后都是站着往嘴上擦 就说明我还是挺难驾驭这种颜色的 所以我感觉这种不实用的颜色就不需要买太多 再下一个要说的呢 是这个阿玛尼的调色液 我买的这个是一号色 是这个月发粉的颜色 其实我多少我感觉可能那个系统色更适合我吧 但是这个已经挺好的了 就是因为我泪沟非常的深嘛 所以我就是拿它先调色中和一下 再进行遮盖 我就觉得确实好不少 我之前提到过我一直用的遮瑕产品是这个嘛 但是这个因为它也有一个发粉的颜色嘛 如果用这个颜色再用提亮色盖两层的话 因为它是质地比较厚的遮瑕膏嘛 多少少会就是肌线 就是特别的干裂 在我的眼下 因为我皮肤非常干嘛 所以用个这种质地比较水润的调色液 那个调色之后 再盖这个提亮色就会好不少 或者是用它这个 那个遮瑕膏里面的这个粉橘色 上一层再用明彩笔上 就是不要这两个结合用 这个用一个 然后再用阿玛尼的调色液 或者搭配明彩笔 就会好不少 没有那么的干 然后再下一样要说的呢 是这个YSL的眼影 那个03号 这个眼影之前反正 好像这个颜色一直也没太火 比较火的好像是那个9号 粉 没有 酒红色的那个 那个其实我也想买来着 但是我就感觉 我的眼皮是那种用眼影 特别容易显肿的 所以也没一直也没太敢买 它这个我想吐槽一下 它的刷子 质量有点不太好 你看都已经这样了 但是呢 但是 哦对了 这盘眼影 我之前因为发过微博说 就是我画它 被我的同学们说 啊你的眼睛好奇怪 但是 我还是想推荐它 因为这里面的这个 那个 高光色 提亮色 真的太棒了 粉质特别好 拿来画卧蚕 简直无敌 这是 我因为我眼影 也不算太少 就是每一盘眼影盘 不都有这种提亮色吗 这个亮片色 提亮色 是我觉得用过最细腻 颜色最好 最美 最适合画卧蚕的 什么苏库啊 什么那些 包括其他人说的什么 恋眼魔镜BR355里面的 我觉得都没有这个颜色好 BR355比这个要 比这个颜色要粉 要粗一些 然后苏库的那个 我那盘蜜茶里面的 两个提亮色 要不就太黄了 要不就太白了 不适合画卧蚕 就是这种 有一点发米白色的颜色 画卧蚕蚕是最好看的 我觉得 推荐 然后再下一个要说的呢 是 啊对了 就是这个Evolume的 急救面膜 这个真的立马超越 3的那个氨基酸面膜 在我心目中的地位 因为就是 比起那个氨基酸 清洁面膜的味道 我更喜欢这个的张导丸 我也 我一点不嫌弃 它的味道 然后效果 比那个要好很多 立马就是被取代了 那个 这个现在已经是我最喜欢的 我真爱清洁面膜了 最后要说的呢 但是主要是这个牌子我也喜欢 所以如果就是你对护手霜有一定的追求的话 我真的我也推荐给你 嗯 味道它说是蜡菊的味道 我反正 我也不太能分辨 但是就是特别特别好闻 就对了 每次就是出门之前 都都会记得擦 因为 有万里有些护肤品嘛 就是 如果你的味道很嫌弃 或者怎么有一点缺点的话 你可能就不会想得起来总用 你就一定要像手霜这种的 特别重要 需要总涂的嘛 就一定要买一个味道 让你特别特别喜欢的 质地让你特别特别喜欢的 这样你就不会容易忘 你就把 就是涂涛 每次涂涛 你就当成一次享受 而且我觉得 因为它味道很好闻嘛 我就特别希望 别人能觉得 我是一个对味道有品味的人 所以我出门的时候 我从来都不会忘记擦这个手霜 然后晚上睡觉也会擦 特别喜欢 嗯 那么 这就是我这一支的 第一支的购物分享 嗯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支视频再见